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 我是主播赖以昌邦 接下来的30分钟 我们将用镜头带您一块来了解 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 前证区新东里每到连续假日 停车问题就成为李明的噩梦 里长也感受到李明的不便 特别跟议员陈勤 设法将服务处旁的公有用地 当作临时停车场 他的陈勤也获得市府的支持 目前500平的空地 在地幕还没有变更用途之前 遇到廉价都能够作为 居民临时停放车辆的地方 前证区新东里办公室旁 这块空地之前是公有市场 但因为经营不善 被市府今发局收回整地 等待重新规划使用 由于当地停车困难 特别是连续假日 中北部返乡居民一味难求 因此里长向议员陈勤 希望能够活化再利用 我们争取让我们李明发一箱 连续休假日可以停车 目的第一点 里面我们可以好好的整理 因为你假如空地的话 没有整理的话 过一阵子马上止泄 垃圾就一大堆 所以我们只要连续假期 我就拜托议员帮我们争取 不管是曾光峰议员 还是曾立院议员 他们会帮我们争取这个 我们再来规划 让李明发一箱好好的停车 又不收贿 真的很便宜 因为现在我们在都市区 根本停车会不好找 里长反映李明新生 也获得市府支持 决定将占地500坪的空地 在遇到连续假日时 可以无偿提供李明停放车辆 这让李明开心不已 我们也得到非常友善的回应 他们到我们会想说 陈理长赞 然后我们也会跟他讲 市长很赞 议员也很赞 大家共同来创造一个很友善 对对对 困扰李明的停车问题终于解决 里长归功于议员奔走协调 而议员也认为 将市有地活化再利用 是目前市府的政策 如此才是真正的体恤民意 里长还有我们 我们共同来努力 让这一块的土地 包括它本来是封起来的 让我们就近的社区 能够不管是在那边当休闲 或者停车用地 其实就变成是双赢 所以我想我们愿意来协助 这样社区的需要 那市政府也应该 他也很乐意于来做这样的协助 新东里属于老旧社区 里内没有一座工友停车场 停车问题始终是里民的梦魇 里长陈建民期盼市府 能够朝长远规划 将工友地新建成为立体停车场 彻底解决当地的停车问题 社区好新闻张世民 王思武采访报道 三明区河堤社区 有许多高楼大厦 居住人口相当密集 不过沿着爱河上游 开辟的河堤公园 提供附近居民一块 可以活动休闲的绿地空间 整个社区也被营造成 艺术和音乐的氛围 居民在河堤公园运动散步 每天都充满着生气蓬勃 三明区河堤公园 一早就充满活力 许多社区居民 都会来这里运动散步 也有舞蹈老师 带领团员一起跳土风舞 各国不同风景的土风舞曲 让团员们越跳越年轻 我们前面是跳原级舞 后面中间跳健康操 那后面跳排舞 这样还有一些民主舞蹈 在这边跳的感觉怎么样 很不错啊 这里最主要社区 然后空间很大 空气新鲜 十几年了 九十二年到现在 跳的感觉怎么样 很快乐啊 每天都很快乐啊 做运动嘻嘻哈哈的啊 我们这个团队都很快乐的 隔着河堤路 就是高楼大厦 林立的河堤社区 居民人数众多 不过旁边锦铃爱河上游 开闭成绿带的河堤公园 当地里长也鼓励居民 多走出家门 享受得天独厚的绿地空间 舒展身心 有河 在河边的话 特别有这种文化的一个气息 所以在这边 我们时常也举办活动 那尤其是上午下午的时间 有非常多的住户啊 也有外地来的 都在这边运动 形成一股的这个运动潮 我是暖潮矮的哦 那我来认识这一团之后 我就从此之后 就人生的第一个快乐 就从这里开始 对 所以我就变成说来这边 是我生活上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一定要来 我几乎都是全寝比较多啦 河堤社区的居民虽然住在大楼里 空间狭小但是走出社区大楼后 就有一片河岸绿地 不但是也开阔还能够呼吸新鲜空气 建商也配合营造整个社区的优质环境 让社区充满艺术和音乐的氛围 也最主要感谢当初来社区 这边盖房子的一些建设公司 尤其是长谷 鼎语 他们都有共同的理念 也就是说把社区的一些大楼 跟大楼之间的公共设备 这个公共空间可以释出 释出也就等于是 它的空间更大 不管是早晨还是傍晚黄昏 附近的居民都会来到河堤公园 享受小桥流水和绿树的环境 让酒居水泥丛林的都市人 有机会就近接近大自然 社区好新闻林嘉明 赖昌邦采访报道 运动可以强生 但是不当的运动反而会造成伤害 三明区一位舞蹈老师 八年前转而学习瑜伽 发现透过瑜伽延展筋骨 可以减少运动伤害 因此针对长辈们开设了瑜伽课程 免费教长辈们正确的运动 希望回馈乡里 上班族在办公椅上坐久了 身体难免僵硬 腰酸背痛 其实坐在办公椅上也能够拉拉筋 让筋骨舒展开来 然后向上把胸口拉开 手延伸拉大 这样就可以开胸 我时间也是上班族和中老年人 常见的毛病 用瑜伽的几个招式就能够缓解 做一个吸气吐气的放松 然后再慢慢放掉再做 好 一 二 这样子 十下 三 在社区里开设瑜伽课程的邵老师 看到一些长辈知道运动有益健康 但是不正确的运动反而伤害身体 因此借由免费的瑜伽课程 教长辈能够有效的运动不伤身 本来那地方不应该 对 因为你做错地方 那可是辅助会让你帮助找到 原来我要用的是这一群 不是这一边 所以找到那个实在要出来的力量 所以你肌肉有力量的话 你相对你就不会用到你的关节 然后去磨损你的关节 然后我们借着就可以保护你的关节 就不至于所谓的有很多 这些满突出啦 然后这些关节上的问题 邵老师教舞蹈三十多年 八年前转而学习瑜伽 发现练习瑜伽对人体骨骼和肌肉 很有帮助 用自发性的运动改善长辈 因为年纪大产生的身体酸痛 拉长你的脊柱 那你的肩胛要往内收 不能被你的手拖出去 所以肩胛内收 手伸展 让你的脊椎做最长的延展 让你的脊椎能做一个延展 胜过你去做很多的一些 我们讲附健的牵引 因为这启动是要靠自己来 那你去做一些牵引 或者是给人家按摩 那都是被动式的 随着年龄增长 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 找到正确的运动方法 可以强筋健骨 不让状况恶化 好身体才能够陪我们长长久久 社区好新闻林嘉明 赖以长帮采访报道 三快错是三明区七大聚落之一 还是三明区地名的起源 源自明镇时期 有三大家族来这里开墾 所以取名为三快错 也由于爱河二号运河的货运功能 开启三快错的发展 区公所也设在三快错 光复之后区民就取名为三明区 三快错联合礼活动中心 为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建筑物 原为税均基增处的旧址 因为原建物老旧 民国89年整建完成 为联合礼活动中心 并且以三快错命名 以彰显凝聚社区地方意识 和缅怀仙人开垦拓荒的精神 我们建筑这个三地区 华东中心就是三地区的由来 就是社区 这个古早的时代叫做三地区 我用这个社区 这个活动中心 这个我办这个华人 建筑这个华东中心 就是我们三地区三地区 包括很大 和我三明区的所在叫做三地区 古早的时代叫做三地区 活动中心里空间宽敞 有卡拉OK室 阅览室和桌球等文康休闲设施 成为李明运动休闲的好去处 下午三点活动中心一开放 李明就会相约来这里同乐 度过快乐时光 我们的卡拉OK是我们公司最好的卡拉OK 包括环境卫生 和一般的管理 很好的 不能说来这里 看着一个活动中心 没人在管 看着我们社区的活动中心 三地区的活动中心 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活动中心 可以大家来这里唱歌 一个会友 来看报座 当地区的活动中心 这边是高雄市评比第一名的活动中心 卫生好 环境好 什么都好 喜欢唱什么歌 什么歌都唱 国台日音都唱 心情放松 心情也好 我叫朋友过来这边 三明区的发源地就是三块厕 如今三大家族的古厕 已经日渐颓皮 历史意义就湮幕在高楼大厦中 索性三块厕联合理活动中心 保留旧地名 凸显了这一段历史脉络 供后人坠意 社区好新闻 林嘉明 赖以昌邦采访报道 关心地区 热爱港督 小姑好新闻 赞 热火遗迹 美丽港督 社区好新闻 关心社区大小事 看了好新闻 自然就有好心情 我是三明区安邦理理长黄坤山 在这里向你诚恳推荐 社区的好新闻 没有谩骂 只有关怀 没有耸动 只有温馨 欢迎前家大小愉快收看 庆年港督社区好新闻 庆年港督深耕在地 左邻右舍 都来看社区好新闻 赞 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 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 南子区任昌里有一个大型的活动中心 里长为了长辈的身体健康 特别邀请了孕绿操老师 带领长辈们活动筋骨 长辈们边做动作还边喊口号 不到十分钟就满身大汗 大家直呼过瘾 而且不觉得累 里面们都很感谢里长安排这么好的课程 让他们越来越年轻 身体更健康 一大早南子区任昌里活动中心 就聚集了许多长辈 而且一个个都相当有秩序的排排站好 认真跟着老师做韵律体操 口号也要大声喊出来 就针对这个平常没有在运动到的肌肉群 做一些拉伸的动作 然后另外就是要训练他们的肺活量 所以刚刚有提到的时候 让他们的肺活量 无形中把肺部里面的肺气能够排出来 不到十分钟大家都满身大汗 问长辈们累不累 大家都却不累而且好过瘾 因为里长为他们用心安排的运动课程 真的对他们的健康大有帮助 感觉身心很好身体继续健康 我去年去担海军中 刚刚担了两个月出来 这样滴滴滴滴滴 他推动这些老人的运动 我现在来热身体继续健康 这个旅展伴这个gíb�很好 对我们老人家来讲的话真的很不错 除了韵律体操 活动中心还有针对强化筋骨的运动 看似柔软却带着刚强的动作 都是针对上了年纪的长辈们所设计的 拉筋就是利用身体的扭转反张趋身 这样来做逆向的物理运动 是一种比较独特的健身方式 门窗里里长王永坤对里内长辈照顾不遗余力 而且相当用心 就是希望住在仁昌里的里民都过得幸福快乐 也鼓励大家活到老动到老 唯有身体健康才能做更多想做的事 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 大提琴家张振杰去年在高捷美丽岛站 为轮椅族举办音乐会造成轰动 今年再次的温馨开演 同时还找来盲人钢琴家和女高音共享盛举 表演的过程 轮椅族朋友听得如痴如醉 也对于有机会近距离地欣赏音乐表演 都感到很幸福 张振杰邀请盲人钢琴家许哲成 以快演奏爱的礼赞 为音乐会揭开序幕 台下轮椅族朋友听得如痴如醉 不时抱以热烈掌声 出了钢琴家许哲成加入阵容 知名女高音蒋启珍也首度在光之穹顶表演 云阴绕梁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台下轮椅族的心 演唱会高潮是当舞曲演奏时 张振杰邀请所有轮椅族伴随着音符 围绕光之穹顶翩翩起舞 这一刻让许多人感动不已 非常开心 对不同的体会 对不同的体会 因为有那么多深藏朋友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个音乐饗宴 因为以往我们如果去文化中心去看表演 都是只有两个位置到四个位置 那今天好不容易有这样的场地 这么美的一个场地 然后张大致为我们 那么多深藏朋友表演 真的非常感动 一直觉得这样子的一场音乐会 要给他们温暖 要给他们感觉 那我们希望传达给他们这种爱心之外 还有一个 我们的音乐会里面 一般的听众是没有办法跳舞的 那种椅子要拆开怎么办 轮椅族的朋友 他们是最棒的 那个idea来自于这种旋转幕 能够近距离欣赏音乐表演 对许多轮椅族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基因在光之穷顶圆梦 除了音乐无界线 也象征了爱心无界线 社区好新闻综合报导 齐静国小拥有百年的校史 而这几年学生组成大幅改变 目前是以新著名的子女为主 因为学生来自不同家庭 校方对于反霸凌的宣导也特别重视 在学校设有反霸凌投诉信箱 而青年港都有线电视的反霸凌儿童剧 也将到齐静国小演出 希望学生能够多尊重别人和自己的不同 让校园里不再有霸凌事件 苹果剧团将以小蜘蛛大英雄的故事 传达反霸凌的观念 六只脚的小蜘蛛虽然有缺陷 但也不应遭到误解和霸凌 齐静国小校长对于剧团到学校 宣导反霸凌表示肯定 而他平时也会以说故事的方式 让小朋友学会尊重别人和自己的不同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 他的一个家庭背景或生活环境 是很相似的 所以可能有一些孩子 他暂时性地在一些部分的行为上面 还没有办法完全地控管他的一个行为 小朋友可以透过故事或者是戏剧 我们来协助他 帮助他 我们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协助 然后让这个事情可以在这个学校 或者是在家庭 或者是在社会 它都不会再发生 齐静国小拥有百年校史 学生的组成目前以新著名的子女为主 对于预防学校发生霸凌事件 校方也有提供学生投诉的管道 并且对霸凌别人的学生加以辅导 那在加害人的部分 就是需要跟家长联系 就是说这个加害人的家长 让他知道说学生发生这样的行为 是不允许的 那我们这边本身开完会之后 认定是霸凌事件 我们就会启动所谓的辅导机制 在针对这个加害人 我们必须要去做辅导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是尽量以保护学生为原则 也不能说所谓的要去隔离学生 那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在处理过程当中 就是不能再发生第二次 那我们知道霸凌在过去就是说 你只要不断的再发生的话 就叫做霸凌 但是现在我们就是 你只要是发生一次 我们就是要当做一个霸凌的事件来去处理 近年港都有线电视 邀请苹果剧团编写反霸凌的儿童剧 在高雄市11所国小巡回演出 近年国小虽然远离市区 但对于校园霸凌防治特别重视 希望小朋友不送霸凌的威胁 大家相互有爱快乐学习 社区好新闻 林佳明 赖以昌邦采访报道 接下来一起关心社区放送头 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 第一次出发生的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是国立的4月20号星期三 农历的3月14日 适合祈福、沐浴、陆练、破土 不适合迁徙、入宅、嫁娶、出行 冲鼓上南方 31岁和91岁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 我是主播赖以昌邦 我们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丁头是台湾传统的文化 代表这种在地的精神 所以就知道我们怎么辛苦 我们也是要用心来传心 好后这边的人 可以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情侠 看见在地人的心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 和您一起用心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您是每张专注的面孔 期待每次的小小遇见 聆听每块土地传唱的歌 阅读美律传承的独特记忆 每周三晚间九点 和您一起越高雄 区里的大小事情 请您告诉我们 让我们带所有高雄人去看 说给所有高雄人来听 每周四晚间九点 尽情锁定 地视频道高雄都会台 公立好理栽 大家一起跳舞是幸福 大家一起共餐也是幸福 大家一起高歌更是幸福 幸福甜美芬芳 也随处可循 每周三晚上九点半 锁定高雄都会台第四频道 幸福好处咪 周一到周五晚间六点半 尽情锁定全国最关心区里的新闻 社区好新闻 天哪 刚刚刚 各方国家都围着什么 就在打招 做一个高雄人 你了解多少高雄书 高雄在开门 有好的也有要监督的 都需要你来参加 我们在拜祭高雄现场节目 晚上九点现场播出 等你来看 高雄怎么吃最厉害 高雄怎么玩最精彩 C号高雄陪你上山下海 我觉得我要哭了 带你享受美食 很厉害对不对甜点 出发咯 每周五晚间九点半 跟着C号高雄一起玩片高雄吧 我将其中间的